赶往出界 二号位被溜,基本上摆明了大瓦 把快弓当强弓来打,对方也没有办法 我的平打造成了打手出界 巡礼在打背飞之前呢,还有一个自我掩护的假动作 今天巡礼的状态也比上一场要好 跟内球院的配合,好像只是在第一局出现了一个失误 就是一个遗传冲网的球 内球院单手调整的内球 其他的球都配合得不错 其他的球都配合得不错 14号成立 天津的队员,今年第一次出选国家队 他的队宇传就到位 能够度一下,有没有反击机会 三号位的筋体快 三号位的筋体快 这球也和巡礼 其实这球虽然打成,配合上还是有问题 这球虽然打得不错 这球虽然打得不错 而且他多好 他卡住了 他卡住了 这球的状态 他卡住了 他卡住了 这球再 разг勾好 他卡住了 坐在公开的测试 他卡住了 篮网再得一番 16比7领先 到了第二局的第二个技术暂停 由两个副攻的进攻威胁来看 军部队这场比赛 明显强于泰国队 中文队和泰国队的比赛呢 就是各自去发挥自己的优势 中文队的优势是在网口 在自己的高度 然后泰国队呢 是他的快速和战术的多样化 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发挥出来 另外呢 每一场比赛和每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 这场比赛和亚锦赛的决赛是无法相比的 因为这场比赛 这个大奖赛分战赛当中的一场 和亚锦赛的冠军中卓战 尽管只是个亚锦赛 但也 这个重要性也是 和大奖赛当中普通一场比赛 那么就是在关键的大赛当中 关键场次 你是不是还能够 有非常好的心态 保证把自己的优势都发挥出来 泰国队的前后排的配合 他这种战术组合 大家都非常的熟 非常熟练 他的六号位后攻其实打得也挺好 虽然没有那么强的实力 马云文今天是在场上无人之境 而且在王口的这种实力呢 也是形成双方的进攻的一个不同 你看中国在打到现在 后攻基本没有 很少 打了全场到现在 绝不超过五个 但是泰国队 就是王口实力差的还比较远 所以他只能是利用 用空间来换高度 把这个进攻点向后鱼 多利用一些前台的跑动来掩护一下 太后台的进攻 那中国在网口我有将近20公分 起码是15公分的那种高度上的优势 那就在网口就解决 网上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在区别人也没有 你怎么办 我希望在区别人 noticed 这一切都在区别人 但是男生底下远 如果我们第一次的 他们一旦会 可以回致 我们需要 他们一旦广告一旦 他们要发现 我们必须逐一旦 社会来宫 才可以 把这些问题 例如 我干不动 没有 我干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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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战停之后 双方继续比赛 军队还是大比分领先 十分的优势 所以把这个进攻线呢 退到两米线 甚至三米线以后 也是以小打大的一个 常见的一个办法 你像古巴那样的队 他最大的 过去最大的优势 就是王口失利 所以他的进攻 肯定都是进网球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博尔齐今天发挥也很好 在四号位打掉结合 在有一些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船被迫的情况下 或者调整弓的情况下 博尔齐在四号位起到了很关 他的强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虽然中国队现在大比分领先 但是比后宫的这一项技术 中国队还真是和泰国队 从今天比赛的表现 还真是有区别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场上换人 泰国队换人 后排换一个队员 19号 查斯里尚 身高1米68 后排的退步 后排的退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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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